南韓政府欢迎美国扩大针对北韩核试验 亦是导弹试验的制裁范围 而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表示制裁无助于热点问题的解决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首尔在星期五作出了上述回应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奥巴马是签署了制裁北韩的法案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克表示 这项议案的效果以及南韩政府 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到目前为止正在采取的措施 预计将会强化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令北韩为他们的核事爆 以及导弹发射的挑衅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制裁的目的是让北韩不能够得到所需要的资金 以发展他们的小型核弹头 以及运载这一类核弹头所需的远程导弹 北韩在2月7日发射的一火攜带卫星的火箭 被认为是以发射卫星作为掩护 撕射弹道导弹 而在之前 北韩在1月6日进行了第四次的核事爆 中国外交部份人红旅在同一日 中国政府对美国前一日通过的制裁 北韩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份人红旅在2月19日的旅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 中方认为任何热点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制裁或者设施得到解决 任何有所于第三方利益的行为也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只会使到局势是更加复杂 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慎重行事 不要人为制造麻烦 红旅还说 在当前朝鲜半岛复杂敏感的形势之下 有关国防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不要做使得局势升级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南韩国防部长对媒体表示 美国准备参加下个月美韩年度联合军演的人数增加一倍 此举认为是有可能加剧跟平壤紧张关系的另外一个举动 北韩一制声称联合军演是为了向北入侵作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협의 개시도 이러한 조치의 일환입니다. 시청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시청해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